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参加工作在左宫县中学人家 转眼18年过去了 左宫县中学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我们说的汉语 学生基本上听不懂 学生说的藏语 老师基本上听不懂 但是通过交流了以后 一个月我把藏语 基本上会听到学说 学生也学会说汉语 其实真的在西藏教英语 这个科目是非常难的 因为学生他首先学的是藏语 然后汉语对他们来说是第二语言 那英语就是第三语言 所以这个难度更大了 学校的办学条件 从将近20年前和现在来比较 应该是天翻地覆的 那时候学校条件还不是很完善 教学楼只有一栋 我们和学生也都是住的是公棚 现在国家给我们投入也确实特别的大 球场是修得还是比较标准的 树木建设这一块绿化也搞得还是比较好 我们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走工县 三镇七个厢 然后辖设了一百二十七个行政村 那最远的学生也就避主厢的 里县城是一百六十公里左右 然后以前一百多公里 很多小孩来读书 基本上要走三天的时间 现在来说这条路已经铺好了 博游路 也就是上学这一块 国家对西藏专门有一个交通补助 那这个交通补助也就是确保学生 不论再远的距离也要到学校读书 在这儿我们学校来读书的小孩 大部分一个学期才能回一次家 在西藏我们不光要当老师 还要当学生的父母 因为我们是寄宿自学校 要管学生的吃穿住行 家长从子女入学这一块来看 比十几年前翻了好几倍 因为我们的规模 从最开始的一百多人 到现在的一千多人 也将近翻了十倍 我们学校老师都普遍年轻 那我们也测算过 老师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 总共一百多个老师 来自全国十三个省市 我们的生活圈子不大 基本上就在学校 就在教育 像我们县里面 十八所乡镇学校 基本上七个乡镇学校的校长 都是以前这个班出来的学生 稍微有点遗憾的 就是老人和孩子在一起 然后我和我爱人 我们在西藏工作 只有一年我能回去两次 他一年只能回去一次 和家人团聚 因为习惯了西藏 也喜欢这个地方 也热爱这片土地 所以准备坚持到退休的时候 经过十八年的体验吧 真正体验到 什么叫做老西藏精神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忍耐 特别能弹聚 特别能奉献 看着我 孙子 不应该 恶先 我 我 不应该 我 不应该 我 我 拜拜